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日本军事专家分析朝鲜战局后 针对中国志愿军的表现提出七大不可思议 毕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要出兵朝鲜一事就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 但美日德等老牌军事国家却不以为然 认为中国不会真的出兵 只是光打雷不下雨罢了 毕竟在他们看来 中国刚刚结束解放战争没有多久 台湾还没有收复回来 国家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 怎么会派出宝贵的兵力去插手其他国家的战争 哪怕有苏联和朝鲜双方联合催促 也不一定能够成事 而且一旦中国士兵进入朝鲜战场 他们所要面对的可是号称世界第一个军事强国的美国 这些美国大兵连苏联红军都不一定能够拿下 中国解放军就靠着二战后缴获的那些老实战利品 能够打过美国大兵 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期考虑在 后来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 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打跑之后 他们才感觉无比震惊 并且着手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 这才发现了中国志愿军的七大不可思议 那么这七大不可思议分别是什么 日本人研究完后又有哪些感想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喜欢视频的新老朋友点点关注 长按点赞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快动动发财的小手试试吧 再说这七大不可思议之前 我们先来谈谈美日德最初设想的志愿军不会入朝一世 其实他们想的没错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确实抱着这样的想法 虽然苏联和朝鲜多番催促 我们也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是不是真的要开赴朝鲜 帮他们攻打美国 毕竟就如他们所言 当时我军还有个艰巨而宏大的任务 那就是一口气解放台湾 而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 我军就已经在着手准备统一之战 还在海峡沿岸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渡海作战需要的船只 装备也在如火如荼的准备着 只要主席一声令下 我们马上就可以发动轰轰烈烈的统一之战 收复台湾 而苏联一开始也答应我国 只要我们发动了统一战争 苏联就会派出兵力进行军事支持 可当时朝鲜局势也非常紧张 朝鲜方面也迫切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 后来三方商量 先打台湾 再拿朝鲜半岛 可不久后 朝鲜方面却突然变卦 忽悠着斯大林先爆发了朝鲜战争 我们对朝鲜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非常不满 所以除了我们要保留实力打统一之战以外 对朝鲜违约的愤怒 也是当时我国没有立即出兵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当时新中国才成立没多久 百废待兴 国家的经济急待恢复 人民也非常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所以全国上下都不是很乐意国家再次卷入战争 就一直拖着没有入局 至于后来为何我国又突然发动了抗美援朝 还是美国人自己做的 当时他们看中国迟迟没有出兵 自大的以为中国是认怂了 便开始肆无忌惮在我国东北边境搞事 甚至还明目张胆把炮弹发射到我国边境地区 严重威胁我国边境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之后更是无视中国的警告 倘若黄之越过三八线 竟由中国境内闯入朝鲜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挑战着我国的底线 毛主席知道后也非常愤怒 提出了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的思想 力排众议 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志愿军 开赴朝鲜战场 养我国威 让美军为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付出代价 保护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 后来我军入朝口号中的保家卫国 就是这样来的 当时很多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但毛主席却坚决执行了自己的决定 而如今经过时间的验证 证明当时主席的做法是非常明智且高瞻远瞩的 正是因为有了我国建国后数次立国之战 彻底打出了解放军的名气 让周边国家不再敢轻举妄动 维护了中国边境几十年的稳定 也为我国后来能够安安心心搞生产 搞建设提供了基础 期间虽然在边境上还发生过不少的小摩擦 小冲突 但大的战争几乎没有 后来的结局大家也看到了 虽然志愿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美国的损失更加惨重 而且用那么先进的美式器械都没打过志愿军 更让美国人没脸面对世人 这也是为何美国战败后 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最新于研究志愿军的战术战法 纷纷总结经验 尤其是日本人 他们本来就和我国交过手 在他们看来 志愿军能打过美国依旧是个奇迹 毕竟当时打他们都已经够吃力了 如今竟然还能打败美国 这他们肯定要好好研究 也就此发现了七大不可思议 志愿军的第一个不可思议 中国入局朝鲜战争的时间规模 因为在他们看来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并不是解放军适合外出作战的时机 当时中国刚经历了解放战争 虽然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可全国上下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物资匮乏问题 甚至还欠了苏联巨额的军火费 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还不错 并没有急着让我们还上这笔债务 可即便如此 百姓们还是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全国上下跟全部推翻了重来没什么区别 四处危机四伏 美军还在台湾海峡虎视眈眈 世界各国也对新中国垂涎三尺 如果这个时候中国抽掉兵力去支援朝鲜 很可能让自己本国陷入内忧外患中 所以解放军真的会改编为志愿军开赴朝鲜 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而且这一投入人数还真是不少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拒不完全统计 我国共有240万人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其中以轮战的方式投入战斗的也超190万人 再加上补充的预备役兵员 最终总计有近240万人加入了战场 要知道 这可是帮着别人打仗 我国愿意投入这么多的兵力 让日本人都觉得胆寒 志愿军的第二个不可思议 严谨 科学 细致的侦察能力 放在世界范围来看 当时美军的军事侦察能力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毕竟他们搭配着非常尖端的侦察设备 可即便如此 在面对志愿军的时候 美军的这些优势却好像突然都哑了火 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没发挥出来 毕竟当初志愿军在入朝作战的时候 都已经悄悄摸到了战斗的前线 美军还毫无察觉 直到双方碰面打起来了 美军才如梦初醒 好奇中国是什么时候加入战局的 那么大兵团的移动 美国居然没有得到一点风声 而对比美军 我军就像开了天眼一样 对他们的行动清清楚楚 其实这除了归功于我国先期派出专业人员 对朝鲜半岛的地形进行探查 绘制了详细的地图外 还归结于情报人员和朝鲜老百姓的支持 正是在他们准确的消息指引下 暗中的保护下 才让志愿军的行动事半功倍 果然在任何战场上 侵略者都是不会占到任何便宜的 志愿军的第三个不可思议 卓越的夜间作战能力 在朝鲜战场上 因为我军一开始就知道 敌我双方的优劣分别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都刻意避开美军的长处 专挑他们的不足之处下手 比如因为朝鲜半岛的环境问题 中美双方的战士都容易患上夜盲症 但美军好像异常娇气一样 出现这种问题后就避免在夜晚作战 而是选择白天对我军发动猛烈进攻 但我军知道美国的所有军事优势 都是在白天发挥的最好 所以一到白天就全部折服起来 等晚上美军装备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 人也放松警惕的时候 突然发动起起 将美国人打个措手不及 用这种方式 我国取得了非常多的胜利 而美军出现的那些问题 我国中国士兵也有 但他们都能克服身体的极限 勇猛战斗 这是美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后来美国针对中国军队的这个特性 专门给不少士兵配备了夜视仪 但是真正的实力 是不需要装备来进行辅助的 美国估计到战败了还没明白这一点 志愿军的第四个不可思议 中国军队的临场反应能力和追击速度 对比美军而言 我国战士们的设备要落后很多 也没有他们那么多数量庞大 种类繁杂的机动设备 但我们却一直都紧跟美军的步伐 仅凭着双脚就赶和美军的飞机 坦克 摩托赛跑 的时候遇到上级下达的急行军任务 志愿军战士一天能走出上百公里 这在日本人看来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但对此他们也深有体会 当年侵略我国的时候 日军经常对我国发动围剿 在他们还以为顺利将包围圈收拢了的时候 却发现我们早就跳出了包围圈许久 在他们还以为我军并没有追上他们进行拦截的时候 我军却早就在前方整顿好军队 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所谓兵贵神速 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在我们这里尝尽了苦头 而且中国军队不仅能够大集团作战 细分到每个部队都能够顺利完成作战任务 对战场的把握能力也让人惊叹 随时都能应对战场的变化做出最新的调整 这点连日本人都叹服 志愿军的第五个不可思议 中国军队的后勤系统 早前麦克阿瑟通过研究中国的战法后发现 志愿军每轮大规模攻击基本都只维持7天 7天后实力就大大削弱 后来他发现 原来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出了问题 因为战线拉得太远 而且他们还派出了飞机日夜轰炸志愿军的补给线 导致很多补给都送不到前线 战士们每次行军只能随身携带7天的粮食 针对这个特点 麦克阿瑟想用拖住志愿军的办法 以期在7天后一举消灭志愿军 在一开始 这种战法确实有了不小的成效 但后来 志愿军后勤部队想尽各种办法 解决攻击困难 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 比如他们选择在夜间开车运送物资 而且全程不开车等等 靠着技艺和精湛的技术 顺利把物资一批一批送到前线 解决了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所以后来美军的这个战术也就不灵了 再次给志愿军打得哭蝶喊娘 志愿军的第六个不可思议 他们的伪装和土工作业能力 在朝鲜战争期间 志愿军没有强大的空军做支撑 而美国依靠着自己空军的实力 对朝鲜半岛实行的都是地毯式搜索 一旦发现可疑的地方 就直接进行轰炸 因此 我国也损失了不少的战力 后来为了能够避开美军飞机的空袭 我国多采取了夜间作战模式 但也不是每一场战斗 都是在夜间进行 遇到需要白天作战的时候 就要求志愿军战士们能够完美做好伪装 好眼人耳目 在美国飞机的眼皮子底下行进 据说当时志愿军的伪装技术 已经炉火纯青道 很多美军战机超低空飞行 都无法发现他们的踪迹 而且他们还会利用地形 在隐藏自己行踪的同时 进行土工作业 将阵地挖到离敌人阵地不远的地方 有的时候 进得连敌人的谈话都能听清 对此 日本人不得不服 志愿军的第七个不可思议 中国军人不畏牺牲 前赴后继的勇气 这点日本人虽然深有体会 但是当时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军人捍卫的是自己国家的领土 所以那么拼命他们能够理解 但没想到的是 到了朝鲜战场上 中国军人还是如此勇猛 舍生忘死 为朝鲜都能够抛头炉洒热血 这点是日本人没有想到的 毕竟在他们看来 支援战斗做做样子也不是不行 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才是生存的王道吗 但志愿军却不这样想 虽然和美军实力悬殊 他们也要用血肉和美军钢到底 虽然朝鲜不是我国的领土 但是任何一场侵略战争都是人类所不齿的行为 我们愿意为此做出牺牲 并且把美国打跑了 中国的边境也能得到安宁 这点是美国和日本这种自私自利的国家永远无法理解的 而看到中国军人如此惊人的勇气 顽强的作战能力和令人惊叹的进步 日本人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自己逃跑得快 否则遇到如今的解放军 恐怕损失还要更大 而如今的中国 更是以世界强国的姿态 威然毅力 未来给中国的 也必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